如果要教訓民進黨應該是要投激進黨 教訓民進黨投國民黨是自殺行為 這是不對的 這沒有教訓到民進黨 這是教訓到自己 所以應該要如果真的要教訓的話 應該是將票投給我們 所以不是投給檳榔 不是投給風向 不是投給背後掀開來是紅色的勢力 所以各位拜託 王國桿這一次即將會定期出現 過了這一關四年後呢 所以是這樣子 請問一下就是你們對那國民黨 他們的負責區的名單有怎麼樣感到 然後另外就是 你們剛擔心說其實反而去 就影響了可能民進黨的 就是因為現在兩下都要喊他們要過半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子的有負責不想 那過半的話事實上真的有在做事嗎 因為剛剛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說 國民黨的名單裡面 其實我一直在講去年選完之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中國國民黨的三個除菌候選人 朱立倫 王金平 跟胡敦毅 不敢選的不敢選 退選的卻會選 選到沒有在選 不知道他在選的有沒有 突然之之間是兩個 跟中國比較密切人後來在競爭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去年就提出一個概念 中國國民黨在去年的選舉裡面 其實已經被中共整個掌控成為傀儡 所以那個名單第一時間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是一份習近平的名單 那為什麼有葉玉蘭 我們很害怕像香港的警政系統 香港紀律部隊警察為什麼打公民打成這樣 打香港民眾打成這樣 因為他們控制滲透最嚴重 是先從紀律部隊開始 所以當你看到我們的葉玉蘭警政系統出身 當你看到我們的吳施懷是軍方系統出身的時候 你難道不會覺得失失的不安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這是習近平的名單 所以這樣的一份名單 不是讓他過半不過半的問題 這樣一份名單如果台灣人要吞下去 那我也認了 這等於是自殺的行為 所以應該要讓國民黨是幾乎是0% 連一席都不能給他 這才是正常的台灣人的行為 尤其香港人正在被中共 以及特區政府虐殺的時候 我們還不清醒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誇張的事情 對要是的 怎麼回事 就很正常的事情 edel она大聲